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用华文华语来进行各种挑战 并顺利完成委托人所给予的最终任务 马马虎虎 鸡飞狗跳 鸟不生蛋 牛年万法目 都可以 好 现在轮到你们两个了 来说这四个字的成语就是跟动物有关的 蛇鼠一窝 好 好 你讲 鸡蛋糙鸭蛋 什么 新加坡动物园还有河川生态园的管理人员 就希望蛇鼠一窝的朋友们帮他们一个忙 哈啰 Tosh和Pam 我是周小军 我是新加坡动物园的管理员 我是河川生态园里的管理员胡敏怡 要麻烦你们用社交媒体直播来 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所照顾的动物 谢谢 在直播里头 你要向你们的网友介绍某某动物 你知道什么是某某动物吗 某某 比如说英文字 我们会写XXX 什么 什么 对 什么 那至于是什么什么动物 对吗 我们现在就要玩一个小游戏 叫做你说我猜 那猜对的话就可以去找你们的小老师 好 来 请两位就座 这就是待会你要找的动物 你要去问他 只能用中文 每当你们用这个英文的话 我们就会用这个贴纸 往你们的脸上贴 好 我先问 我的动物有毛吗 没有毛 我的动物是海的还是地 两个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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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动物是什么颜色 灰色 灰色是白色的 我的动物会不会比人还要大只 两个都可以 为什么两个都可以的 大多的动物都可以比人小只 后来比人大只 所以你的问题是白问的 我的动物吃什么 这个我不懂 你的动物是吃水草 是柏拉贝是吗 我的动物是吃肉 肉 等一下 我来帮他贴 水果 萱萱萱 我自己放了 你这只动物在这个园区里面 算是一个明星 欧阳乌丹吗 英文 对 华语是什么 红毛猩猩 对 新加坡是一个小岛 周围都是什么 海 什么动物最喜欢吃草 牛 海牛 答对了 恭喜 但是他答对到他不可思议 你看他还搞不清楚 你才温暖浴 小岛 好的 那这个环节其实没有分你我 肯定 是 那我们就各自自己去找小老师 好 Pam 你看到了没有 前面有一只小海牛 对不起 弟弟 我不是讲你 我是仁杰 今年13岁 就要给你一些资料 关于海牛的一些资料 然后等一下直播的时候 可以跟观众分享 嗨 小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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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金熙 我是德命政府中学的学生 这就是《红毛猩猩猩》的学习资料 因为这个是属于 给幼儿园小朋友的一个资讯 对吧 所以今天就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来看 总而言之 现在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你好好消化一下 所以如果连幼儿班的东西 你都看不懂的话 真的是谢谢才联络 我还能听 我要看得多 念一段给我听 海牛是生活在水里的不如动物 不如 那个 经过十分钟的垂死挣扎 来 马上考考你 给我介绍一下海牛 来 这个海牛是很大的 它们会长大 3.5米长 说到那个放屁的 为什么它们喜欢放屁呢 因为它们把气体存在肠子里 然后它们会不足 放屁的作用是什么呢 为了帮忙它们在水里面可以 调解福利 它们是素食 你说它们是素食类动物 应该说是什么 是的 没错 红毛猩猩 跟猴子 有什么差别 有差吗 你觉得 红毛猩猩是圆 因为它们不是猴子 因为它们没有尾巴 为什么它们这么厉害爬树 因为它们四肢发达 然后头脑简单 四肢有力 为什么红毛猩猩的英文名字叫做 Orang Udan 因为它们是森林里的人 Orang是马来语的人 没错 然后Udan是马来语的森林 是不是 对 非常好 要再加强训练你的观察能力 所以有一个任务想要你完成 这里的管理员就要考你的视觉能力 我这边就有几个不同的动物 在整个行程里头你们会看到的 比如说 大石蚁兽 鹤头猪猴 这个是美洲豹 还有美洲红鹤猿驼 其实从它的字面上 你就可以猜得出了 然后你就拍一个照片 旅途愉快 谢谢你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 不要掉下船 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 是脆弱森林 那里面就有带着 来自不同热带雨林的野生动物 那我们要进去里面找五只不同的动物 二只树兰 树兰 树兰 美洲猎蜥 小溪鹿 巨嘴鸟 白面生面猴 可以 走 我们进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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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那个猴来了 猴 这个是猴吗 那边 你看那边 好像 这个是谁 你是谁 美洲猴 猴 猴是什么 猴是猴 猴 猴是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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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美洲猴 就是刚才那个猴 猴 猴是猴 猴 猴是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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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是什么 好可爱 我喜欢这个 这个是Capybara 可以带回家 现在进入了这边了 开始要找这五只动物 那只好像是 树上那只是树懒 那个很懒的 好 二指树懒 这个找到了 找到了 小溪鹿 我们来看一下 找到了 这个动物叫什么 小溪鹿 小猴 这里 兄弟 不要跑 这一只是什么 巨嘴鸟 叮咚 很明显的 答对了 你不要 快点拍 这只是什么 美洲猎蜥 叮咚 又答对了 这里 啵什么 好 这一只是什么 白面松面头 叮咚 这五只动物都找到了 还不错 过关 太好了 那 现在给你看一下圆驼 其实我觉得大致上你们的表现还真的 还真的 不错 我就算你们及格 太好了 太好了 来跟我们的管理员见面 哈啰 你们好 在这里我准备了一些蔬菜给你们进行喂食 猜猜看他们吃什么蔬菜 这个叫什么 猴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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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们就直接讲主味 只要把食物放到他们的嘴前面 他们就会自己进食了 好 好 下一道菜 这是什么菜 番薯 好 你要吗 给你吃 好 这个是什么菜 这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 白菜 大白菜 对了 这个叫做 大白菜 对了 你嘴巴真的很大 来 让你猜猜看 猜猜的触须在哪里呢 须屁股 触 触觉的触 脸上会长一些毛发 对 所以那个叫做 触须 请问在哪里 须屁 这里 对 他们的触须都可以感受到 前面有东西 哈啰 小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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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了 是 那这边 小君就是这里动物园的管理员 在这里有一个麻布袋 我们包了一些坚果 那你要猜 我里面放了什么坚果吗 榴莲 坚果 哈啰 坚果是什么 坚果 纳茶 花生啊 不错 所以这里有三种坚果 那其中一个是花生 有核桃吗 对 这就是核桃 almond 对 almond的中文是 杏仁 是阿里蒙 你要讲阿里蒙吗 almond是吗 那我就现在请我的同事来把麻布袋 抛进那个展示区里 所以他们现在在脑力积荡 要开那个麻布袋 对不对 对 因为红毛猩猩在野外 不是那么容易给他们找到食物的 麻布袋可以当作一个 让红毛猩猩能够表达他们 平常在自然环境衍生的一些行为 对 那我们的红毛猩猩 有分为两个品种 就一个是苏门达拉红毛猩猩 还有另外一个是 婆罗洲红毛猩猩 那那个苏门达拉 还有那个婆罗洲的有什么分别 苏门达拉红毛猩猩的毛发 是比较金色的 然后也比较长 婆罗洲的红毛猩猩呢 毛发比较暗沉 然后也比较短 它们能够活到几岁 大致上 在野外的话 它们大致上能够活到三到四十岁 但是因为它们在我们这里 动物园受到比较好的待遇 通常它们能活到六七十岁 那我们可以直接开始直播了 还差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你的发音跟咬字就差那么一点 我们接受另外一个挑战 好 他有多个挑战 来 坐 爸爸 再见 再见 好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后面看到这个童年的回忆 很开心 对不对 对 旋转木马 好久没有坐了 所以你就要坐在这个旋转木马上 好 朗读这本故事书 然后小老师就要在这个旋转木马的外面 重点是要让老师知道你在念什么 有没有明白 待会我也会问小老师 关于这个故事书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换音片音的 没有 应该没有 答对了 救命 救命 现在要考的就是你们的发音和反应 你干吗 我把他扫你 好了 好 这里就有这个爪纹 你们就得把它给念出来 不过每当你们来到一个动作的词语的时候 你就得做某个动作 现在你们先念一遍 来 大熊猫 大熊猫 不是大熊猫 第一声 猫 然后呢 动作多 伸伸腰 好 伸伸本身就是一个动作的词语 伸伸 你们就做这个 然后这个走就是走 然后爬 爬就是这样子 可以吗 可以 好 我们 我给你一个节拍 一 五 六 七 大熊猫 动作多 腰 对 喜欢 大熊猫 好 慢点 好 慢点 从头再来 一定要一次过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来 大熊猫 动作多 伸伸是什么 伸伸 好 再一次 又来 抱歉 一 二 三 走 大熊猫 动作多 腰 嘴 喜欢 来 去 去 好 喜欢 喜欢 来 去 好 大熊猫 动作多 咬 嘴 嘴 走 走 开始了 快看 我们家楼下 来了好几只猴子 小明大声喊道 为什么猴子会跑来这儿 小美问 有听到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有一位叔叔正在为猴子吃藤条 不是 不是 不是藤条 藤条 薯条 不是藤条 有只猴子突然跑上前 抢走他手中的冰淇淋 真的 冰淇淋 为什么猴子会这么大胆 我想平时有人喂他们 现在他们一看到人 就要讨东西吃 还不错 我也是这样觉得 你也是觉得 对 你的 对 真的很棒 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 请你说出书中 两位小主角的名字 小明和小美 小美 对 但是是叫小凯 不是小明 你刚才全程一直在叫他小明 因为我不会读那个 读 读 凯这个字 你看 请问这些猴子吃了哪些食物 冰淇淋 有 薯条 完全答对 对 为什么这些猴子会这么大胆地抢食物 平时有人喂他们东西吃 一见到人就要向别人讨食物 答对了 是 是 好 一 二 三 走 大熊猫动作多 腰 腿 喜欢 来 去 大熊猫动作多 你了 对 拿回去 已经很不错了 一 二 三 走 大熊猫动作多 终于完成了 安静 终于完成了 好 现在这个环节你们算及格了 现在马上就要准备 让你们来进行直播了 什么是直播 来 直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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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亲爱的梅琳就即将开始做她的直播了 每年你要知道当你在做直播的时候 总共你有15分钟的时间 你的任务就是要跟你所有的网友介绍这个海牛 Push 我们直播要开始了 好 你非常有信心把iPad还给我 对 你的信心哪来的 我们 来自我的华语水平 你现在来的 好 哈啰 今天要给你们介绍这里的红星 就是红毛猩猩 你现在在直播 我们开始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海牛 不是海鲜 海牛是 生活在水里的 哺乳动物 就是一个文章来的 我需要解释 因为我的追踪怀疑 不是很好 哺 哺乳 哺乳动物 为什么你笑 导演 为什么你笑 她在那边 泪巴 她在那边放松 她就是这里的最老的一只红毛猩猩 她的名叫哈利 今年已经有大概40岁 欧阳就是马来语 马来语就是人 然后乌丹就代表森林 欧阳加起来就变成森林之人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有给你爱心 他们的孩子会跟妈妈在一起 长达七到八年来学习怎么生活 怎么去打猎 打猎 打猎 他们没有打猎 他们是吃水果的 所以这个是海牛 现在他们在吃红萝卜 他们吃很多菜 小白菜 大白菜 他们是野生 但是在野生 他们是核心 我之前的怀疑是草食动物 Pam 你的网友问你 可以拿来吃的吗 我觉得我做直播 是卖这个 好像你知道那个Facebook live 人家在后面卖那个海鲜 这个说叫海牛不是海鲜 然后人家问背景的声音是Vivienne来吗 是 我就是今天的摄影师 所以我们Tosh要好好介绍我男朋友Charlie 我男朋友 你的夫妻像 谁跟谁有夫妻像 你想我跟他有夫妻像 她的强项是什么 Charlie的强项就是吸引人来看她 她很上镜 你看她知道这里有镜头 她就坐在这里乖乖地跟我们一起做直播 然后平常吃什么 吃水果 还有这些花草树木之类的 花草树木 不是吗 蔬菜 蔬菜 是吃蔬菜 对 什么花草树木 哈啰 那她一天需要吃多少食物 很多 很多很多食物 他们的体育肌 这个海牛可以屏住呼吸 在水中它可以撑多久 这个是真的吗 我没有中国观众讲坏 这个人叫做Shermin Shermin 感觉上好像是娃娃的工作人员 有人问说你可不可以捶一捶胸 看他会不会学你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这样的时候 你是在挑衅他们 想跟他们打架 Andy问说他有多少根毛 请回答 你看你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把我的Charlie很重 Andy 你不要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记得你来的时候不要喊 因为他们会 再见 感觉一点点烂漫 安静 我知道 烂漫是什么 浪漫 好的 我的直播要完了 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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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手上就是今天的成绩单 到底谁胜谁败呢 不过在那之前 你觉得突出今天的直播 很棒 真的 真的很棒 互动性很好 很多那些线上的朋友问的问题 他都可以一一回答 你那边呢 我觉得很棒 那个娱乐价值非常的高 他的这个努力呢 大家都看得到 也可以听得到 好 只是听不懂而已 好 我们就 公布成绩 先看第一颗星 有没有 有 好 来 慢慢再揭晓第二颗 第二颗 都有 我觉得打底都会有三颗星吧 对 好 我们就直接就要三了 第三颗有吗 有 有 一 二 三 那 三颗吧 四颗 海牛 海牛 有可能今天的评审 就看到了他的那个努力 为什么你好像给答案 我不是给答案 我要给Tosh一个台阶下 对 因为我觉得Tosh的那个表现是非常的好 节目到了这个尾声 也就是我们三个人离开的时候 对 哪一个人要留下来被惩罚 不好意思 有父同想有乱空旁 挑战在15秒内 念完以下短文 我在新加坡动物园和川胜胎园 看到了很多猴子 他们分别是黑猴猴 红猴猴 松鼠猴 卷尾猴 红铃狐猴 黑白狐猴 白豚猴 黑罐猴猴 猴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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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过在35秒 这哪里可能15秒完成 你能完成这项挑战吗 现在就把挑战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 并标签你在说什么 我活了21年 没想过有一天会用华语做直播 虽然有很多人笑我 但是我还相信 游戏销量 你知道为什么吗 谁赢了 我 出了没关系 因为我通过好玩和有趣的方式 来学会很多新的华语词汇 所以Pen 我们下次再来比 呜呜呜